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候选人的人选已经是媒体追逐的对象 所以今天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讨论一下 究竟2020年的总统大选有哪几个可以值得我们观察的重点 我讲的第一个重点其实就是制度面 制度面特别是指总统大选的两大主要政党的初选机制 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国民党长期以来过去都没有好的初选机制 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好不容易产生了一个初选机制 也好不容易选出了红袖助当代任候选人 但后来很快的就是因为整个风向 整个对国民党的大情势不利 于是演出了这个换柱风波 等于是把全部这个制度面的东西统统打掉 反观民进党 在2016年之前只要是没有现任者的选举 民进党都有办初选 反而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蔡英文是众望所归 于是2016年其实蔡英文没有通过任何的初选就顺利被提议 所以到现在为止两大政党其实对于这个候选人的选择机制 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制度的影响 我们可以观察这个面这个制度面 在这次选举里面两大党会不会又有新的制度产生 来作为这个候选人增补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这个制度的建立其实时间已经不多了 现在李总统大选就算在明年初举行 大概在今年五六月年中之前就需要把原选定出来 所以日后这几个月观察的重点就是 这两大党都会不会有这个初选的制度产生 然后把游戏规则限定好 第二个观察重点当然就是人选 我们看到这次2018年的这个地方选举 国民党选得很好 然后现在趁着这个气势 很多人都已经浮上台面了 包括当然党主席吴敦毅 然后对韩国瑜复选有功的王金平 然后之前的总统马英九 然后还有就是辅屑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他甚至已经宣布要角逐总统大会了 光这四个人其实就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了 国民党当然这四个人各有不同的特质 不过我们从近期的民调看来 朱立伦似乎在各种不同的对战组合 他的民调都是领先的 当然现在离总统大选还有一段时间 离甚至连初选都还有一段时间 民调的高或低究竟有没有很大的 我们看到这次2018年的选举 很多民 每一个大部分的县市都是靠民调产生的候选人 但是不见得民调高的人就一定会胜选 虽然说民调高的人至少在一开始的这个 在一开始这个起点就会比较占有时 我不敢说这次的两党的候选人增补机制 都会采用全民调的方式 但我相信以现在政党的氛围 民调高低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于候选人而言绝对是很重要的关键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就连在民进党内 都有所谓的这个拔菜的这样的声音 就是因为蔡英文的声势持续的低迷 蔡英文的民调始终还是低迷 不过在探讨各种不同对战组合的这个 民调的时候就不能不得不再思考另外一个 除了两大党以外的人选 那也就是柯文哲 到目前为止 只要在大部分的民调里面 我们看到只要把柯文哲放进来比较 柯文哲的民调都是最高的 柯文哲这次虽然只赢丁首宗 才3000多票 不过这次他也凸显了 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两大党夹杀的情况之下 还是能够当选的 事实上在现在全台湾 40岁以下的民众 其实对于柯文哲的好感度还是非常的高 那他的这个好感度 其实并不只局限在台北市 而是在全台湾 这也是为什么在各个民调里面 如果把柯文哲放在里面 柯文哲反而就算没有大幅领先 但是绝对是排名在前两年 换句话说 在这样子对于柯文哲算是比较好的环境里面 柯文哲虽然说他要到六月才决定要不要参选 可是如果放掉了这个机会 他以后还有别的机会吗 如果你是有政治企图心的人 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慎重的考虑 在现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到底要不要投入参选 最后一个观察的重点 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制度跟候选人以外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整个环境 整个环境包括了国内的环境跟国外的环境 以国内的环境来看 我们看到这次2018年的县市长选完 国民党用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已经开始危险了 这次主打的就是什么 主打的是经济主打的是务实选拟 国民党在这个剩下的这个一年里面 甚至前半年要是能够在地方上 如果能够在拼经济这块做出什么样的成绩的话 显然对于民进党会是更大的威胁 换句话说目前在国内的这个场域里面 对于2020年的选举 球是在国民党这边 国民党其实是有更多的 这15个县市首长只要他们发挥的好 对国民党都有加分的作用 但是我们从国际面来看 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 对台湾很重要的美国因素 其实就一直对于蔡政府是非常的友好 那事实上在现在对于美国而言 围堵中国是大战略之一 台湾甚至在这个美国围堵中国 这样子的一个整个战略里面 换句话说从国际的角度来看 其实蔡政府民进党政府其实是在优势 国民党政府它必须要能够提出 让美国信得过的两岸政策 我相信这样子的话 国民党的候选人才可以在美国的信任之下 选总统上面才可以更加深台湾选民 对于国民党候选的信任 我常常提到的就是 能够获得美国的信任 对于台湾的选民是加分的 但如果获得中国大陆的信任 对于候选的信任 能够不扣分就不错了 要加分其实并不困难 并不容易 换句话说获得美国的信任 是每一个候选人的挑战 总而言之 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其实要做的会比 县市首长的候选人还要多很多 三个必须都要做到 第一个必须就是 必须要能够提出更好的两岸论述 第二个必须是 必须要让选民有更强的信任感 第三个必须是 总统候选人要有更强的领导力 如果哪一个候选人 可以做到这三个必须 在现在政党实力渐渐削弱的情况之下 而候选人特质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之下 三个必须我相信是候选人需要获得 能够获得总统大选最后宝座的 最重要的特质 珍爱台湾 让人民过好日子 我是余振华 我在无色的旅行 by bwd6 by bwd6 我们下午就会发现